这段时间有不少好剧纷纷加入暑期的豪华大餐 包括口碑收拾双爆的延续攻略 张黎导演时隔多年后的又一例做舞动乾坤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因为援助尺度问题而关注度讨论度 一直居高不下的魅者无疆 这句自从影视化的消息出来之后 在网上就一直嘘声 不断主要是援助实在是太少而不宜 如果真按照援助所描写的那样拍出来的通篇打上买赛客 然而这句播出之后口碑却意外的好 不少看过的网友就俩自评价 意外先是全局的色调和构图 实在是太美了 看局的时候随便结一张图 就能作弊指幅画到也是良心 惊得起放大再说男主闷者无疆 男主刚定演员屈楚潇的时候 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反对 那时候屈楚潇算是个新人 刚刚毕业还没拍多少戏 李一同最起码又一部新神雕霞旅 八身口碑颜值人气都不错 可那时候的屈楚潇可真的是一穷二白的一条新人 而且屈楚潇打眼一看 着实算不上主流审美中的帅哥小鲜肉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有不少网友嫌弃他不好看 然而魅着无疆播出后 屈楚潇直接用眼计和个人魅力 让不少网友闭上了嘴小编看过两集之后 就了解为什么刘天赤老师那么喜欢屈楚潇 还要夸他是教科书级别的高级脸了 到底是中央戏剧学院出来的学生 屈楚潇在学校的时候 专业课就一直是前几名从入校开始 就身的刘天赤老师的喜欢从 魅着无疆 李确实能看出他的功底 台词演技都甩了同期小鲜肉 好几条街巨里的台词都是原声 声音也好听 低音泡很圈粉 可塑性非常强不过 最让人惊讶的还是李亦彤的演技 在前几集的剧情中 李亦彤饰演的婉妹 为了就全程甘尸 孤独 把自己的血变成解药 这其中的过程非常痛苦 不少网友被李亦彤吃下孤独之后 那一分钟的演技震到了手上 青筋抱起 脸色煞白 嘴上没有一点血色 真是看得都疼 不少网友说 看过婉妹鬼龙 看过婉妹龙孤独 以为这就是李亦彤的演技巅峰 那可看到婉妹与长安重逢时 才知道什么是一个眼人的爆发力 大滴大滴的眼泪说落 就落因为被毒雅 婉妹已经说不出话 抢让长安滚 但又发不出声来蹲 在地方抱着自己死脸上的表情 真的是扎心了对于屈处萧李亦彤 在这部剧中的演技 网友们都是赞不绝口 更有网友直白的夸 这才是大女主戏的演员应该有的演技 我们不要看面摊 大家看未着无疆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